说凌亚 最幸运呀 开心的回忆 或者感动 我想是第一次的演唱会 是啊 2007年 2008年 那个时候没有想过 對我來說是真的 為什麼可以這麼… 應該說我在那一刻就想 我年多前還在想 這是我那一刻的想法 當我進入這個組合的時候 我想不會出現的 怎麼會這麼容易這個世界的東西 純粹是玩一下 開心一下 跳舞唱歌挺好玩 我頭頭開始都有這種心態 沒有什麼說要 我現在入行了 我要成名了 真的沒有 純粹是 好 進來玩一下 但後來發現原來自己也很喜歡 或者自己也很想做到一些成績 接著我們2008年就有這樣的演唱會 對於那時候我的年紀來說 我真的可以在台上 對著這麼多人唱歌 然後所有人都認識你的歌 玩得很開心 那那一晚就算到現在 我都還很溺溺在夢 或者一年 回到一年前 我們三個再聚的那個演唱會 我現在都覺得是一個很開心的回憶 事實上也很開心 深入火之後一定是最難捱的 應該 我想 是我再 開始獨立發展 而兩個人開始 其實都比較難捱的了 ninguna一年 最想要的成績或回報 然後只剩下自己的一個 一路很努力去做 可能起初都看好 你單飛怎樣怎樣 然後一直保持一年出一首歌 一年出一首歌 其實感覺是很差的 你會覺得在這裏做甚麼 然後別人的眼中就覺得 好像每年出一首歌 就像丟一條命一樣 你沒有一個方向 你只是純粹做歌 然後做舞台劇 大家都會知道我有做舞台劇 但真的入場看過的人有多少呢 唱歌是令我真的有很灰心 例如在這個行業裏面 是有灰心或者很不開心 反而就是 反而這方面 這麼投入在劇場 就因為劇場 就算怎樣都好 收入不好也好 但我起碼找到一個 我覺得我自己享受的一件事 應該說組合的年代 相對地經濟能力比較差 差很多 對 因為有很多問題 當然是 譬如你合約 或者你怎樣去處理錢 或者當時是否真的 大家想到我們這麼賺錢 其實也未必是的 我們在另一個訪問也說 我們為什麼這麼喜歡玩那個遊戲節目 是啊 是真的 就是 你是沒有想到三個女子 怎麼這麼喜歡玩 這麼努力玩 一定要贏呢 是 純粹是 我們要拿很多獎品回家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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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